今天呢继续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来到美国的洛杉矶的一个古董店 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来淘宝吧 然后我们来这家古董店呢 看的东西呢还是很丰富的 什么油画啊木雕啊这类东西挺多 这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川慧的瓷盒 上面穿的 然后呢我们看看这边的 这边很多都是国外的东西 不是中国的 他们这种古董店里边东西很杂 有中国的国外的反正各种地方都有 你比如像那种罐子 这种肯定不是中国的东西 这种低温药物了 但是他这边中国东西还确实很多 你比如像底下那种瓷器这类东西 但是这种地方呢 他们的这个窗汇东西比较多 这个罐子应该不太老吧感觉 看着有点疑问 这边还有一些花矿 一些西方的雕塑哈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走看看 这有一个盘子 这个年份应该是青中期的 这东西应该是外销池 这个是一个铜制的 铜制粉彩 就是晚清的 这种在国内还很常见的 这个盒子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满香的这个铜活 然后这里边是一些景泰兰这类东西 感觉好像有很多都不是中国的 这有一个袖堆 这个年份应该是民国的 民国到50年代结婚后的吧 那种感觉的 这边是那种能量的 没用 没用 惊喜